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醫生 醫生 你看啊 我昨天淋雨回家之後洗頭 掉了一大堆頭髮 怎麼會這樣啊 應該跟淋雨沒有關係喔 是喔 可是我跟妳講啊 那個新聞都有在講啊 像那個酸魚啊 三聚氫 剛才PN2.5啊 那個淋到頭髮馬上會掉很多啦 基本上淋雨淋很多天 然後妳又不洗頭造成感染的話 才會有弱髮 所以因為淋雨還是會掉頭髮嘛 要淋很多天造成感染才會掉髮 啊 可是我家住基隆喔 因為一年下雨三百多天的地方 硬是因為這的關係它會掉頭髮 我等一樣的叫做淋雨倒 我可能會掉成豬頭啦醫生 兩邊的觀念應該不大 應該不大 基本上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蜻蜓會造成弱髮 比較大家擔心的點可能是 都市污染 然後造成一些酸魚啊 或者是一些污染物質 碰到頭皮會造成弱髮 那要造成弱髮 需要有一個長時間的感染啦 然後當然去破壞毛囊造成弱髮 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有在清潔頭皮的話 這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這是不需要太擔心的